咱们有很多老铁私信我五花肉除了炖着吃还能怎么吃 今天教老铁们一个新的吃法 香辣酥脆可好吃了 隔壁王嫂给了我一块五花肉 咱们先给它切成大糊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块 这个五花肉不用去皮 那让口感更有嚼劲 切好的五花肉加上大块的葱酱 半勺去腥的料酒 半勺上套酱油 再少加点蚝油提个鞋 加一点老抽调个色 少许的精盐 少许的鸡精 最后加点胡椒粉 然后加上芝麻紫然辣椒面 一定要多加一些 非常好吃 用我的小胖手 咱们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让它更好的入味 腌好之后打一个鸡蛋 再次给它抓匀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这个粉不需要太厚 薄薄的一层 口感更加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加半勺油 给它封出水分 加油呢 在炸的时候它不容易粘连 为什么你在家做的过油菜 它都占锅底了 那是你油温底了 快的沾点水 茶油过里冒大泡 这个时候就是六成以上的油温 五花肉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五花肉咱们一次不要下的太多了 第一锅给它炸子定型 然后烙出去 再下第二锅 这样可以防止五花肉沾联 家们咱们在家里做过油菜 烟火小 所以说咱们一次不要下太多了 那它容易沾一起 或者是沾锅底 视频烙热 能给小胖来个双击吗 就是朝屏幕点亮才就行 小胖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就给点一个吧 点一个 谢谢大家 最后把炸好的五花肉一起回油 第一遍开中火 把五花肉炸熟 炸定型 然后给它烙出去 等油温回省 五花肉再给它炸第二遍 这样炸五花肉才会更加的酥脆 第二遍给它炸至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香辣酥脆的五花肉 正是配上两瓶小啤酒 准硬能把啤酒给你喝丢了 最后还是那句话 关注小胖 每天教你做一道家常菜 感谢大家